好,现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马上就开始了 首先是屏幕上方的斯蒂科姆发球 双方的第一局 泰国也是世界羽团一阵年轻的新军 在过去他们在南单这个项目上只有文萨一个人孤军奋战 不过泰国整个体育界对于羽毛球他们的重视和投入也是比较大的 现在在女单啊女双啊这个项目上都有世界一流的选手 陈玉邱彦博 但现在林丹的比赛 你觉得他在比赛一开始他都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策略 对到像这样的选手像是小队员吧 他还是打得比较放松的 你可以看出他打得很从容 可是你看泰国的选手呢 他打得虽然是很积极 可是他相对似乎没有很多的沾法 他是意图就是想快一点拿到进攻 可是林丹呢他尽可能的就是我保持住 然后有机会的时候我再下手 因为当林丹上场的时候呢 对手的心里他确实会有很多的压力 可以看到这个比分上面来说 林丹的得分都是通过对手的失误 这个林丹这场比赛的对手来自泰国的这名选手 他是现在世界排名是在126位男子弹打 他的最好世界排名是109位 这次比赛呢也是也还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在资格赛的时候啊 我们前一段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这个 随时球王的获得冠军的选手 都参加了这次比赛的资格赛 这个呢就是一个一个参与 尽量来架起这个专业和业余之间的一个桥梁 但是从实力来说 你像比如说泰国的这名选手 别看他在职业比赛当中他才100多位 面对世界前20的这些顶尖高手 完全没有还手之力 但是真正打起业余的一般高手来说 他们还是优势会比较明显 对 因为在世界上这个泰国队应该算一个半专业化的一个训练 算 因为我去泰国的时候他们泰国队 大家所能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打比赛的选手 他们也会去指导一些业余的选手 因为这个专业和职业这两种叫法呢 只是各个国家叫法不一样 实际上专业选手其实也就是职业选手 其实从本质上来讲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从事体育比赛来赚钱 其实都一样 只是这个钱的分配方式不一样而已 来吧 来吧 7 4 8 4 这次南丹的签表 除了林丹之外 中文队还有几名选手 有的现在都是比较优秀的 一号种子是王正明 也是这个项目的卫美冠军 另外这次比赛 中文队还抱了前后威 林丹逐渐把比分拉开 10比4 就这几分得分 这是很正常的得分 就林丹一直保持就是我正常的一个心理状态 很明显 陈玉来自广西 也是中国南丹过去的一位主力队员 退役之后留在国家队担任主教练 担任教练 原来一直在南丹的二队 他整个就没什么东西 他跟国家看一样 八七八七的节奏不全嘛 就遭到你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 双方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现在看林丹在上场比赛 我最大的感受是就是 对于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说 他能够打多长时间时间 伤病的控制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林丹同批的选手 包括比他小一些的选手 现在很多离开这个赛场 其实都是伤病 包括包春来 都是这个伤病是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的一个大敌 而且其实林丹 林丹他没有伤病原因 也是他在自己的力量训练上面 掌握得特别好 小伙计划 这个球是林丹的判断失误 四线事宜是见内 刚才这个球的林丹的处理 就是这个多拍上面 其实就是在找一个比赛的状态 把每一个点都打得特别开 也没有说要去进攻 林丹提出来换一个球 这个场上的节奏感还是非常清晰 自己一个失误 换一个球调整一下 泰国的这名选手呢 就是和林丹相比 他对对手的各种意图的这种判断 他总是要慢半拍 或者慢一拍 这林丹每一拍球要打向哪 他都很难判断准 都得林丹出完手之后 他再去追 他追着球打 这也没办法 因为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 确实高太多了 所以他在林丹眼里 林丹可以一眼把他看透 可是林丹在他眼里 他要不停地在思考 他都是追着球打 林丹都是等着球打的 这个就是水平差距 就跟下棋一样 我过去我曾经跟人下棋 人家说过一句话 他说为什么我想走哪都被你先走了 我说如果我想走哪都被你先走了 那就是你比我水平高 其实是泰国选手斯蒂克姆连续的突击 再往前扑球得分 840 3 5 2 2 3 3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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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就跟夏军奇 这个名泰国选手斯特科姆 他的奇在林丹眼里是明着的 就好像林丹在他那边割了一镜子 你这司令在哪 炸弹在哪 我全能看 但是对于他来说 林丹的司令在哪 炸弹在哪 他完全不知道 这里可以看到泰国选手 也很积极主动的 在用他的速度 在抢主动的机会 可是林丹每一次 就大部分的出球 都造成他的二次启动 当然跟林丹打了 他的心态肯定也特别好 对 争取打几个好球 对于他来说 其实就非常满意 如果说人赢是最好 赢了就一战成名 可是现在碰到 像他跟阿丹这样打的话 其实他的心态也特别好 他能放得更开 一战成名 起舞 起舞 七十七十五 一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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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十八十十六 好 这就是灵丹的变速 其实它才用了5成的速度 这就是灵丹的变速 318 丹要求换球 我觉得这也是因为长时间没有出来打比赛 然后希望在丢分的情况下 控制一下场上的节奏 这两天的第一第二轮比赛 看到消息说长洲的组委会特别有意思 在第一天第二天呢 观众是凭证件领票进场 然后在看完了比赛之后 出门的时候 按照你自个儿的意愿 看你给多少钱 或者不给 就是你愿 你觉得这个看完这场 你觉得票价该值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 你要觉得不给钱 也没关系 就自愿付费 观众自己就自己觉得 我觉得这是我看的价值是多少 存在值 丹丹的举点 压线 首顶不及直线 21比12 丹丹先胜了第一局 1比0领先 那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要回到长洲的比赛现场 继续向大家介绍 2014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今天比赛进行的是第一轮 大家看到了南丹的第一轮比赛 这一场是穿着红色上衣的林丹 对阵穿着深蓝色球衣的泰国选手斯蒂科姆 两人的第一局比赛是丹丹21比12 取得了胜利 您在那个挡网没有能够过去 你可以看到林丹在出手的时候 他在高点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放在下手位 就是要打破对方的一个节奏 多一次停顿的机会 所以会造成对方的第二次启动 最主要林丹他的爆发力好 这种球不是所有的选手都能打 我现在你讲的时候比较久 就是这个 你得承认人和人的不一样 就是虽然专业运动员 是可以接国 接的是你心灵的国 不是说你水平最终的国 就有很多业余选手他会问我 你觉得我这样练下去 我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我能怎么样怎么样 我说这个我真不能打宝票 我说最正常的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有些人他就适合这个项目 有些人他就不适合 这就是你搞普及和职业教练的区别 你还不能职业教练上来说 我看你估计最多也就哪个世界前八 那人家说那我赶紧找他改行吧 对 他肯定得是 还是保护型 保护型 所以得让你觉得有笨头 可是最害怕的保护型是没问题 最后浪费了就是这些选手的时间 时间是最可贵的 这个竞技体就是天才家勤奋 你必须得承认天分的不同 每个人还是每个运动员和每个运动员 他的天分还是有区别 其实就刚才我在五家的那个百度贴吧上面 有看到说希望林丹应该给年轻运动员 这不是林丹给机会的问题 对 这也不是他给的问题 对我刚才还想到就是林丹和费德勒的不同 他们俩基本上是同批同时期就成为球王的 但是费德勒就是被年轻运动员给顶下来了 现在费德勒虽然球还是非常好看 球迷也很多 但是真正打起比赛来 他打年轻的那些那一批球选手 他就是打不过的 就是越来越难了 但是在林丹的这个年轻的 下面的一些小运动员里头 无论中国队的还是外国队的 还没有人能够轻松的打 其实说句就是我所看到的 就有可能这句话不是很动听 可是我觉得现在年轻运动员的打法太统一化了 就是一个模子在复制 复制到十个 可是你这样的十个模子没有特点的话 你出去就没有给选手产生一些威胁 而且等于说我研究一个选手 我就研究了你全部 这样是拿羽毛球跟网球比还真实 你让网球四大天王都风格都不一样 对 也看到四个人各有各的 如果说 如果多看一些后面选手的一些比赛的话 你可以看出就是 几乎大体都是同样的一种感觉 没有变化 就是缺少一种自我的风格 其实这也跟一个人的 我觉得性格有关系 跟进攻选手打比赛 就尽可能推球上面要注意 稍微平一点就被反击 这也是这个经过第一局的偶战之后 到第二局开始阶段 这名泰国选手 斯蒂科姆 他的这个体能已经是下降非常厉害 现在利用这个场地上有汗水这段时间 其实他也是自个 最好给自个缓解一下 对 而且其实这位泰国选手 也可以说是半职业性选手 您单会在第二局 就是第一局打完之后 第二局会越打越轻松 因为他面对这些选手 对他来说 一上场的时候 还是一个陌生的运动员 打到第二局的时候 他已经对对手的特点 习惯求路 已经更了解了 而且对手 第一局一开始 是希望 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可是打半年不是的 然后慢慢自信心也会下降 准备 是否能再做得上 是否就是 九 十二 九 十二 十三 三 十二 九 十三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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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10比4 林丹领先6分 11比4 到第二局 林丹在场上抓球的这种机会越来越多 怎么打怎么有 好 加油 你哎呀 未必必する 我们回到场上继续比赛 人家在这一局11比4领先 这球通了多拍之后 科姆还是放了个滚网球 早上林丹回球被动 空冶节我有问题 其实对于年轻选手来说 林丹是在名处的 难道林丹就没有什么特点 或者他的习惯球路 年轻选手可以去抓吗 有 可是如果说抓球 你抓一拍 抓两拍 OK 可是你想抓球 能得分呢 能不能得到分 如果能得到分 OK 那你可以胜 如果说你在抓到两拍之后 第三拍的时候 被对方就容易反击了 其实还是一个能力的体现 林丹在这方面呢 这个能力不是说技术能力 而是全面性的能力 体力也好 还有速度也好 就是羽毛球实在是太全面了 缺一都不可 所以我觉得这位泰国选手 如果今天没有碰到林丹 碰到的是跟他一个水平相差 就是同样的选手 他会发挥得很好 因为你可以看他的举动 就是身体的举止 还有他的面部的状态 他是很能获得去的一个选手 或者出去 就状态上还是比较有理有气的 嗯 加油 加油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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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13,5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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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6,5 14,5 14,5 不容易穿到进攻的 小包是打 拉开之后 属于批杀和点杀 这样子 他没有绝对的爆发 依靠他的高度 这东西也没有绝对的好坏 你看完全看对手的情况 有的人他比较适应 比如说中杀 看上去好像他威胁很大 但有的人就是他防你中杀 站得很稳一挡 他手上正好把这个球 有时候你是轻轻的点P 但是他得自己发力 情况下他控制不好 反而给对手机会 其实有很多 其实我们国内有很多 就是进攻很好的人 他有时候就是当你进攻很好的时候 你自己不好去判断 你不会去掉 但你就太依赖你的这个进攻 手段他单一 对 看你怎么把这个球打得更活一些 其实这就要多精力 陈宇也是打进攻的 平球快胆 范宇用完打脆扑 8-7-10 现在因为这个羽毛球比赛特别多 你像职业选手 打个几次比赛之后 人家都有录像 录完相之后 你如果特点 你说特点突出 这当然是好事 但如果你只有这一个突出的特点 人家躲开你就完了 对 你就很费劲 所以现在羽毛球选手 是要求特别全面 18-8 蜘蛛 印象 蜘蛛 好 肯定的假有没有到位 很好 完全可以 因为 录像 我 不 准备 服務員 服務員 9.19 在这场比赛之后 是一场男子双胆 中洲队的新组合 奥运会冠军蔡云 和年轻选手卢凯搭档 对阵中华台北队的一队选手 中华台北队的新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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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台北队的新组合